大家好 我是白石木板人唐大叔 今天呢再做个吉普的视频 做这个视频之前呢 我用了一下午的时间做准备 为什么呢 是一个手动挡 大家知道吉普木板人手动和自动 手动就是六速的手动 自动是五速的自动 然后呢 这个 今天不只是一个手动的 因为唐大叔不准笑我 你们谁敢说自己会开手拍的 有几个80后以后会开的 有几个70后以后 75后以后会开的 或者现在还在开的 所以唐大叔当然喜欢木板人 喜欢纯正一点的 下午呢抓了好几台车练 现在终于坐进一个木板人 准备要试一试了 下午抓了一个小泥桑手动 破车坏了也不心疼的 但我坐这里面我很心疼 因为这台车很漂亮 它不是现在正在卖的JK 是应该是CJ 这个车呢应该是11年的 所以而且是个软顶两门的 而且外面这个绿色 不是唐大叔喜欢的军绿色 是另外一种绿色 等一会我拍了照片就知道了 也很漂亮 现在先不多说 我带着大家去兜风 顺便聊聊天吧 然后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学手拍 还有开机普手动挡的这个乐趣 等会儿见 手动挡呢 当然首先要踩住离合 确定这个挡位是在空挡 然后呢钥匙插进去 诶 哇 不是 哦 空挡在哪 等一下哦 等一下哦 想知道是不是空挡呢 只要离合放开 车子往前走就不是空挡 如果车子往前不走呢 离合放开 车子不死火呢 就是空挡了 找到空挡了 嗯 好久都没和大家出去兜风了啊 之前几次想做兜风的视频 结果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而且当时 唐大叔呢 没有这个车载的东西 现在抓的特别严 就不敢去乱开了 那现在呢 唐大叔跟大家出去兜兜风 先挂一挡 嗯 放掉刹车 放离合车子就动 哇 为什么前面没路啊 哦 还有倒车吗 好 现在教大家这个 放回到空挡 教大家倒车哦 六挡的变速 一般我开的还要难 目前为止 唐大叔没有死火 换到倒后挡 慢慢放离合 脚离刹车不远 这样他就会开始倒了 气泡满人呐 他是没有倒后雷达 或者影像的 后面我的车很贵 不能乱撞 好 差点死火 但没有死火 挂回到一挡 放开刹车 慢慢放开 放开离合 车子往前走 给点油 但前面有木马 也要小心点 不能撞到 现在要再推一次 挂回到空挡 换到倒后挡 很好开 我觉得 比我刚刚那个破车 好像好开一点 刚刚那个很容易就死火 Let's go 你看到没有 唐大叔天分 因为我根本就不会开手动挡 我跟你说 是因为我高中的时候 以前开过摩托车 所以我想这个原理应该差不多吧 结果今天下午挂二挡 然后就 哎呦 把位挂的有点不太对 漂亮 然后呢 就想说应该原理差不多吧 我就直接开了 下午练了一会儿呢 现在已经会开了 所以不服不行吧 唐大叔还是快牛叉的 当然了 还有我以前在上海生活的时候呢 一直看插头司机 开车 比如说他们换来换去 我当然也记得一点他的动作 所以 马上就找到一些感觉了 现在呢 呜呜呜呜呜 对不起对不起 oh shi 对不起对不起 哦 第一次死火了 没关系 那些动作要领呢 还要记得插头司机的 好爽哎 我已经成功换到六挡了 大家知道吗 现在应该是空挡吧 漂亮啊 跟以前插头司机动作一样 现在我故意走的一条小路 先试试感觉 哇 急扑满的转向 超棒 但是我 而且这是一台老的CJ是 不是配的现在pandastar 3.6是 呃 呃 呃 我现在脑袋想不了那么多了 等一下我换到前面镜头 给大家看看哦 好 咱们继续去兜风 开着手动挡的木板人 而且 不是最新型的 是一个这个 先放一挡 一挡起步之后 马上就可以换二挡 哇 好有feel 哎 刚才唐大叔没学过 但是好会开 为什么一直在吹牛啊 吹牛你上大路啊 我去 上就上 上就上 咋的啦 现在我们上大路了 啊 好多车啊 下班时间了 哇 真的离合在下坡的时候呢 下坡的时候就很容易死活 呜 好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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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动挡真的很有feel 好爽啊 好爽啊 完蛋了这个档位 好爽啊 说到哪儿了 哇真的一行不能多用 因为这个吉普木板 哦这个还有软顶 我也想故意试的这一台 这个原因至极 因为软顶呢 大家有的时候噪音会不会很大呀 会不会漏雨啊 但真的两门的小吉普开起来很爽的 特别手动挡 软顶也蛮好玩的 而且呢 两两两这个两门的吉普木板人操控性会真的好很多 哇没想到这台CJ这么好开 然后我现在呢就带大家去我唐大叔刚刚偷练 偷练的地方 但我刚开的是一个五档的泥桑不知道什么车 刚才开这个木马人真的也蛮好开的 我六档完全一下子也就学会了 然后听到大叔这个手动换挡的感觉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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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好爽好爽 啊 说到这个什么了 我都不知道要说什么了 好怕挂到到后档里面 现在唐大叔呢带大家去我刚刚偷偷练车的地方 哎这不是我练车的地方吗 这什么地方 完蛋了这什么地方 哦 开吉普就是 go anywhere do anything 对不对 好爽啊 啊可以吧不是大叔要吹 第一次开手牌有没有样的是不是 只是以前看插头司机就就可以开成这样 哎呦好不习惯了 哎不知道开到几档了就是 结合以前开摩托车 完全呐 结合以前唐大叔 开摩托车还有 啊刚说完就死活了 哎 哎 哦 马龙中间死活了 别紧张 呜呼 复活了 我靠 挂错档了 好爽啊 好爽啊 哎呦 开个空调 So much fun 我的鱼的小 我的鱼的小 这个手 下雨了 这个手动挡的东西啊 特别是有下坡 像我现在这种小鞋坡坡真的会容易死活 我都不知道我挂的几档 6档怎么搞啊 再玩一圈 帅宝贝 又进入6档了终于 现在速度是60公里 我刚刚想说什么来的 我都想不起来脑袋里面 这是2011年的 它发动机是在 升级前的发动机 所以是在 不是3.6的引擎 是3.8的引擎 然后 现在6速的变速 这都一样 哦 每次挂6档 我都很怕会挂到到后档里 我现在是6档吗 哎呦 6档我都不敢用了 我很怕挂到到后档 你看他们都是下面一排的最后那一点 哦 对不起啊今天话没有平时那么多了 啊又成功挂到空档里了 呼 好爽哎 哎呃说到什么了 说到 不知道说到什么了 说到就死火了 哇第一档真的很难搞哎 先不刷啊 哦 其实这个第一档是最难的 然后它的技巧就在于 你慢慢放开的时候 快到顶点之前 它会进入档位 然后车开始动一点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给油了 给油之后呢 一点点油 然后脚这个时候要配很微妙 很像开摩托车的 配合好让它 让它这个 直接就走 然后左脚离合就差不多 放的差不多了 进入一档之后 剩下好像就 好像就没什么了吧 你在整个离合放开都不会死火了 然后 这个档嘛 就跟自己玩玩游戏一样了 对啊 如果 如果档这个不对的话 加速很难加得起来 当然我是胡说啊 也只能代表我开这台吉普 或者说吉普的这种 因为每一台手动挡的车的 这个 这种 开起来的感觉 应该都是不一档的 然后我只能代表我说 开的吉普木耳人 或者这个CJ是这种感觉 好再挑战一次 小鞋坡 然后呢 就回去了 好爽啊 手牌的小吉普木耳人 哇 后面有车了 车子一动就给油 然后脚就放开 然后就 哇 好有插头的感觉啊 唐大叔开的 不错吧 刚刚那一下 完全让我知道是怎么回事 但这棍子真的很好玩 然后挂到空挡的时候 离合是可以放开的 然后用刹车控制 但是小鞋坡的时候一挡走 虽然现在没车 唐大叔是一个接受 喜欢挑战的人 等我试一下 我故意停下来 车来了 这个时候不走呢 会被大家 哎算了大家先走吧 能不能大叔别再吹了 你看 你看 这个感觉 一挡是只负责 车起来 就可以 马上换二挡 然后换三挡 这都是插头司机 叔叔教的 哇 好好玩呢 而且这台吉普很漂亮的 小两门 虽然有时候死火 应该大家也 也都原谅我了吧 我相信其他司机 接下来呢 就是最有挑战的 哇我还记得很多年前 我人生第一次开这个杆子的时候 是我一个好朋友 挂大虎挡下 好朋友的车 然后 一直死火 20米都没开出去死了 N多次火 从此让我对其实这个 棍子是有一种 很 这种 排斥感 还有这种 恐惧感 但是大家也知道 爱的力量是全世界 最大的力量 来 挂进空挡了 成功啊 成功 anyways 很好玩 然后我去外面给大家看看 我今天开这个小两门的 这个 吉普普马NCJ 很不错耶 很好玩 现在唐大叔呢 已经站在车外面了 大家可以看到 Sport Wrangler 最早的吉普 没有所谓什么 不是Sport 或者是Sport 更早的一点 有时候大家买08年什么吉普 我就会看到直接就Rangler 因为以前哪有分这么多乱七八糟的 是不知道市场创造需求还是什么 大家也可以看过去 这一排都是 里面有自动的 有很多手动的 旁边Rubicon应该有手动 现在大叔呢 今天花了两小时 学会了开这个手动的 以后就可以拼命 就可以多开这种手动的 而且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颜色多特别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唐大叔喜欢均力色 就像那个75周年纪念版 但是这个颜色 是我同事的一个客户Train Engine 我一眼就看到了 大家都在看 然后呢 这台车真的很漂亮 如果真有人喜欢 又喜欢开手动挡 想要两门的 软顶也不太吵吧 大家跟我开 而且还能听到一点引擎 声音蛮过瘾 这台车只要25000不到 非常好的价值 而且非常好玩 如果只是买个VCAD的 这个吉普像很多 我们邻居会看到 外国人家里 会停一台皮卡 会停个Jeep 就像我的邻居 我经常看他开的最多的 晚上啊周末就是Jeep 所以这台车 完全可以做一个周末用车 当然我这有一排里面 有非常多好东西 先到先得 如果有人找到唐大叔 我再跟他详细介绍 你看我刚刚有个Rubicon 刚刚有个Sport 这边有Sahara 对吧 现在呢 因为毕竟这种车 不管新的还是二手的 还是手动的做 之前唐大叔一直不会开 很不爽 然后我最后再稍稍绕一绕 大家再看看这台 唐大叔今天 学完之后 直接上路开了 这个吉普木马人手动挡 感谢大家呢 陪唐大叔出去兜风 然后呢一起分享它 算是第一次开手动挡 不算是第一次手动挡上路 和手动吉普木马人开的这种 第一次CJ 我好多第一次都给了大家 所以大家觉得还蛮好玩的话 记得一定要帮顶 以前很多人帮我顶过 谢谢他们 但是呢以前我从来都没有要求过 但是现在开始请大家帮我顶 然后踊跃的跟我互动 如果你懒得说话呢 就顶一下 如果你觉得唐大叔做得不好呢 就就可以这样子 但是呢告诉我为什么不好 有什么可以改进的 跟我留言 然后呢唐大叔微信呢 很多人都知道了 在人在温哥华上面 也看到过唐大叔 所以以后可以做这种 边开边聊的方式了 因为我有了一些新的设备 然后呢也学会手动挡 以后更多好玩的车都可以陪大家玩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边 现在唐大叔是全加拿大最大的 克莱斯勒车行之一吧 第一第二反正变来变去的 你就知道我这边都是旧车 但是唐大叔什么好玩的车都有 嘿嘿以后慢慢跟大家聊哦 今天先到这里 下回再见 记得帮顶 记得互动 记得买车 还有很多人每次买了车 跟唐大叔说 唐大叔谢谢你的介绍 我买了什么买个买个P啊 记得找唐大叔 如果你在温村的话好吧 所以最后打打个广告 唐大叔我们的hashtag有三个 温村吉普之家 然后呢白石木马人唐大叔 还有Van Jeepers 应该在下面介绍都会讲了 不唠叨了 今天超爽的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